今年政府的交通政策以优先发展铁路运输为主 继续年团马线全线开通之后 冻铁线过海段也会在今个月通车 其实早在70年代 政府公布的整体运输研究报告 已经建议尽快兴建地铁网络 以减轻路面的交通量 一起看看当年的报道 虽然现有的交通方式是应付香港内部交通所必须的 但是地下铁路可能提供更快切频密的服务 并且经过其他交通工具所无法比拟的特点 但是地面和水路交通已引起各主要市区中心 和各走廊诸多交通问题 由于地下铁路可减轻路面的交通量 因而可改善香港的环境和减轻路面的负荷 除了现在兴建的地铁路线 报告书提议当局 应该尽早建筑全湾线 来改善该区的走廊的滞塞交通 这个工程可以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建置丽景 第二期建置全湾 在全湾线全线或者部分进攻后 如果情势许可 应该尽早兴建香港港岛线 尤其是上环街市 只不过是最急切的一段 另外一条值得考虑建设的是东九龙线 来增加地下铁路渡海的载客量 和改善九龙的交通 有关港岛线 我们认为是 因为建筑上有很多问题 也很复杂的 所以这条线是需要详细考虑 然后可以决定取舍的 至于东九龙线 我们更加认为需要来到详细考虑 我们是要视乎将来 在这个地区的发展的情形来到决定 虽然现时九港截路 在香港内部贡献不大 但是随着新界的发展 将来火车可能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而预料 这个走廊的路面容量 足以应付法的交通 整体研究体验 将现行的路线呼设商轨 同时将火车电力化 在支线方面 就提议扩展至沙田新区和赛马场 而另一方面 为配合尖沙咀将来的发展 当局应当考虑 由红磡至尖沙咀 兴建一段地下火车路 我们大致上是同意他的建议 除了有一点就是有关火车 由红磡伸展去尖沙咀这段路 因为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地上里面 假如能够在技术方面没有问题的话 将这段九港铁路伸展去尖沙咀地上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认为这是很值得来研究考虑的 在现行的阶段 乘客对于九港铁路的服务有什么意见呢 搭火车看我暈了 搭花时暈了 就是搭火车它好像快点 又方便点 比较方便 而且定时火车 又安全点 价钱来讲也挺合理 如果以后电气化了 就比较更方便点 搭火车是快点 而且它有学生票 不用常常拿钱出来买票 如果以后某些地方铺了双轨之后 或者电气化 希望这班次会比较远一点 我们不用等那么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